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在这个科技当性的现代社会,许多老手艺逐渐的都被人们遗忘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折纸工艺品的故事 安静的房间内,阿芝正在跟着师傅学习折纸 看着师傅折出了活龙活线的龙,阿芝很是羡慕 可是对于自己,他却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看着三星二地的阿芝,师傅很是愤怒 他一把摘掉了阿芝耳朵上的耳机 然后抛下一张白纸,让他自己好好练习 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果然这一次阿芝又失败了 他愤怒的一掌拍在了那个似不像的龙身上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整个世界发生了改变 阿芝仿佛置身在一片蜂蜂羊大海上 就在他打量着四肢的环境时 一盏闪着光的折纸灯飞了起来 阿芝想要抓住他 可下一秒钟这盏灯就变成了一条小鱼向远方游去 聪明的阿芝从桌上撕下两张纸 垫在水上向着小鱼的方向追去 就在阿芝终于走到了桥上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黑色的墨水一般的怪物 正在追逐着他和小鱼 就在墨水怪即将要追上小鱼的时候 小鱼瞬间变成了一只纸鹤 飞向了天空 在纸鹤的指引下 阿芝一把撕下了纸做的船帆 他迅速地折成一只风筝 然后让风筝带着自己飞走了 阿芝跟随着纸鹤的指引来到了折纸楼里 天空中飘着无数只漂亮的折纸灯 整个折纸楼看起来灯火通明 十分美妙 可是此时的墨水怪也追了上来 而风筝也被染上了墨水 阿芝跌落了下来 千军一发直渴 直渴飞上了楼顶 阿芝看到楼顶上有一张大白纸 于是他拼命地向顶端爬去 但阿芝爬到顶端 那张白纸瞬间变成了一个暗格 阿芝通过暗格来到了一个空白的房间里 房间里的桌子上恰好有一张白纸 阿芝飞快地折动着那张白纸 而此时的墨水怪也迅速地追了上来 就在墨水把阿芝染成黑色的时候 阿芝也成功地把笼折了出来 黑暗的房间里 白色的小龙看起来闪闪发光 小龙迅速地用法力把所有的黑色都驱赶了 一瞬间阿芝又回到了房间内 他手中的折纸笼栩栩如生 师傅走进来也十分地欣慰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那所谓的墨水怪 其实只是阿芝心中的不自信罢了 当驱赶了所有的消极态度 用心去面对自己的手工 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出完美的作品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